那我们今天是这个高雄医学大学 也就是高一的这个解析 然后考后解析 那我们先翻到这个是第几页 我先看一下 这个是91页 91页那你们稍微翻一下 我等你一下 好 那跟往年 跟这个去年很像 就是基本上高一从106年到112年 106到112年 也历经了这个7年的普化了 已经有7年的普化 那除了前几年 前两三年 那个有机没有这个这么多 我所谓这么多是实体以上 但是呢 到了111年之后 也就是去年 111年 如果你有写过考古题应该就知道 那时候就已经有实体 然后呢 网路上呢 这个一片哀鸿遍野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 都有听过了 然后这个今年呢 也不妨多让了 如果你把一些像 跨章节的像分子间作用力 然后他刚好举例举到有机的 把它删除掉的话 大概也有考到 接近10体左右 接近10体左右的有机 所以呢 我基本上呢 可以几乎可以跟你很肯定的讲 这个有机的部分 应该是各位后膝的部分 应该是躲不掉 但是呢 你也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说你也不用太担心呢 原因是因为 它不像中心 中心的话呢 它比较特别 那我上面就直接写了嘛 虽然我们中心还没有解析 就是我要等到六月十几号 才会上台中 这个讲中心 但是呢 我可以先跟你们讲一下 中心的话 这一份的话呢 我相信只要是有 这个看过 应该都知道 这是一份后中的考题 为什么不为过 因为我们举一个例子 4月22号 是中心的考试嘛 对不对 然后呢 4月23号 应该知道是中国嘛 中国一 中国 OK 那结果当天晚上呢 题目就出来了嘛 应该大家都知道 从中心就出来了 然后呢 就有这个 要考后中 也就是明天要考中国一的人 诗讯我说 老师 某某题怎么写 这样写对不对 那所以从他们的反应 跟他们的这个什么问法 应该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我写的应该没有错 这是一份后中的考题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要考后 这个什么中心的人 那麻烦你 就可能 有需要 去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 去修有机这一块 而且这个有机这一块 就是所谓的 专业的有机 也就是说 你可能需要用到 Solomon啊 有小卫的啦 Mercury啊 或者是Murison 这些比较专业的 有机课本 来做什么 来做这个 这个什么 辅助的工具 那不然的话呢 如果以后 这个什么 高一 我们就讲高一的部分 高一的部分呢 这个 都多达12体 但是已经有去年的经验 去年经验就是讲这个 对啦 去年的经验就是讲这个 OK 然后呢 我相信今年考生 应该有备而来 意思就是说 大家应该都有警觉之心 不像说去年 感觉好像是一个惊喜包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 啊 就好像先翻开 最后实体 感觉好像说 哎呀 我好像只有35题可以写 好像后面实体都不能写 好 那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啦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 开礼物的感觉 OK 那至少本班生事 为什么说至少本班生事呢 因为我后面写了 我们就以去年的 我们的课程安排上面 我们先修有八堂的有机 那 今年呢 虽然没有开这个什么 再开一次 那我们有去年的讲义 跟去年的录影带 那我们只要有报名113的课程的人 我相信 补习班都一样都会付给你 这个先修八堂课 那证课还有最后三堂课的有机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章节安排 我们的章节安排的关系 好 那我们章节安排的话呢 在这个第70 每一个考卷都有 在69页 69页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章节安排 这个章节安排的最后14 15 因为你不能说 老师这个有机都没有交吗 不是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 我们普化这堂课 我们开给这个使用的人呢 包含11连招 包含后中 包含后西 所以呢 基础有机的部分 就各取所需嘛 因为就看你的考试 适不适合你 读这些像基础有机的部分 或是聚合物的部分 那我相信 只要你是高一的 只要你是高一的 要考高一的 我相信基础有机 我的编排 跟我的授课内容 以及我的笔记书 绝绝对对 够你去应付今年的考试 甚至我们还猜到 不要说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就太夸张 但是我说那时候呢 乌鸦嘴 所以为什么说乌鸦嘴 因为我就是从这个 每一年的考试 去做分析 做衍生嘛 有一年他就考了 羊里脂的稳定性的比较 那有一年他就考了 像去年 他就考了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包装过后的 自由机稳定性的比较 他就问你说 现在何者 哪一个探新件最弱 或是哪一个探新件最强 那其实如果这个 你没有学过有机的人 你就会觉得说 老师他到底在问什么 对不对 那有修过有机的人 这个在考自由机 只要我能够比较好 怎么样 均匀断裂 那这个的键就会比较弱 那我们在发生 自由机反应的时候 就会发生在那个点 比较趋势比较大 那这个就会是 Major compound 对不对 然后呢 既然他都已经跟你讲到了 羊里脂的稳定性 那接下来如果要搭配反应 那能够怎么考 那再来就是考重排了嘛 所以第九实体 这么乌鸦嘴的被我怎样命中 为什么说乌鸦嘴的这样被我命中 因为我们那时候说 千万不要这么衍生的继续考下去 不然这样子你们绝对准备不完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涉及到羊里脂 我相信只要你是后中的 一定听过上连跟下连 遇到羊里脂小心重排 这个就是我将来上有机的时候的一些什么 一些 你要说它是口诀吗 或者是顺口六都可以 例如说 我也常常跟这个后西的讲 我后中 我说 这个什么 你如果西 探探双剑在中间 小心顺反 这都只是一个顺口六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顺口六有时候就是会救你一命 为什么叫救你一命 因为考试就是有时候就是怎样 凌门一脚 差那两分 差那四分 那你就听到这个顺口六听久了 就变成是你怎样内化 变成是自己的内力一样的话 你在考场上突然间 诶 恍然 这样想到的时候 诶 就只有到两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都会这样子的去帮你们安排课程 就是耳体面面的这样子 一直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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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不要觉得烦 OK 那九十题的话呢 它考到什么观念 就是我说不要把手伸进去的观念 重排 好 那时候呢 我们在笔记书 我们有讲到一个什么 那个水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水和反应 那如果说我们要考 再考难一点 就是考到重排 不是单纯的 只是从C类变成纯类 结果 它真的考了 好 你要说乌鸦嘴吗 还是说我们这个 预测的很准 我觉得 就个人去解读 我是认为说我们只是看到什么现象 然后呢 去做衍生 像今天我们会讲到一个 寒淡检 那寒淡检如果再衍生 再搭配112的考题 我觉得我会再告诉你另外一个考题 希望明年不要再被我这个李某某呢 又怎样 又命中 真的是乌鸦嘴 美说必中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九十题 你们可以翻一下 这个课本第几页 就是你手上的课本 这个也就是最后一题 也就是说你们的八十九页 好来我等你一下 好了吗 好 那详解都写在上面了 那详解都写在上面了 那我们就稍微听一下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考了两个观念 就是遵守马可尼可夫 以及怎么样呢 重牌 那一般我们讲 马可尼可夫 应该大家都知道 马可尼可夫 在高中 只要你有考过 只考 现在叫分科测验 的最后两张 有基根巨额 现在还多了一张 叫做先进科技 先进科技 好 那不管 反正只要你是有修过的人 应该都有听过 或者是 这个 这个考过十一连招 反正大大小小考试 一定都听过马可尼可夫 因为这算蛮基本的 但是呢 他没有考这么简单 他没有考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来 第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 这个 环吉碗 对不对 环吉碗 然后旁边接了一个以西基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氢电加成 这个叫氢电 他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氢电加成 氢电 这个叫EA 氢电加成 Relation EA反应 E的意思就是 氢的意思 氢电 Elation的意思 然后呢 加成就是 加成的意思就是 断拍件 然后多 多电解 多原子或原子团 这个叫加成 好 OK 那我们上课 其实我们都有提到 他的一些 他的反应机构 那基本上呢 这个双剑呢 对上这个酸 基本上就叫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类似像路易四碱 对上路易四酸 这个叫做ElationReach 遇到RelationPro 然后呢 他会先做这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东西 叫中间体 对不对 那这个中间体呢 你一定会想说 老师 那为什么不是这一个 对不对 那我们上课其实都有提到 好 都有提到 好 那这个就会跟什么东西 汉蒙德假说 汉蒙德假说 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以哪一个为主 那他就是要去看他的中 因为这个叫中间体 这个不叫做什么 活化错合体 这叫中间体 所以呢 我们一般在画能土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画这样 好 那再上去再说 因为我们主要是第一步的部分 因为他的第一步就是RDS 好 那现在重点来 你会有所谓的 我们就结一半就好 你会有所谓的什么 你会有所谓的 这个一级的氧离子 跟二级的氧离子 那你怎么知道说 到底这个氧离子 谁比较稳定 对不对 谁比较稳定 那你应该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说 我所需要的能量比较高 这一段叫做活化能 对不对 我所需要的能量 如果比较大 比谁大 比另外一个人大 那我的中间体 汉蒙德假说 就是告诉你 能量相近 形状相近 对不对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二级的氧离子 它比较快达到 对不对 它速度比较快 所以它的活化能 相对来讲 相对一级来讲 应该会比较低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部分的反应物 它会从哪边出发 它会从这边 从这个一开始的反应物的未能出发 对不对 然后经由这个什么 这个氢电加成 对不对 然后拍键接近这个 Electro 5 震电 然后呢 经过这个什么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比较短 所谓短就是 所需要的活化能比较小 它比较容易得到 对不对 它比较容易得到 所以呢 我们就以这个为major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氧离子 都会集中在这里 而不会有 这边比较多 这边会比较少 所以呢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minor的路径 这个就是major的路径 那 照理说 如果说 我们旁边 如果没有一个东西 叫做三级氧离子的机会 这边就是二级 这边就是一级 那我们都知道吗 二级氧离子 氧离子的稳定性 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这我们上个都有提 对不对 三级会到一二级 到一级 到一甲鸡 对不对 会到一甲鸡 所以呢 照理说到这边应该就要挺 结果好死不死 各位 它居然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说 如果这个氢 对不对 进行这个什么 氢一二的shift 也就是重牌 氢的一二 shift 这个叫重牌 我们称它这个叫重牌 那这个重牌只要呢 可以做 那它就是意思就是 它的驱动力 就是告诉你说 我所得到的 下一个氧离子 一定比原来的更稳定 所以它才会想要 往这个方向去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的结果 它就这样子 那我会用你们的语言 因为 在考后期跟考后中不太一样 后中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我这个叫做重牌 但是如果是后期的 我会建议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电子对 填入电动的感觉 就好像你们在叫N-type P-type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你比较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一对电子 就是一个hydrate 因为这个叫做hydrate 轻hydrate的 ear shift 所以这一对电子就整个搬过来 移动过来 对不对 那你这个是带两颗电子 所以这边就会留下洞 对不对 这边就留下洞 所以呢 氧离子就会 感觉上跑到了哪里 跑到了这个三级的位置 但实际上还是电子在洞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这个就好像你在坐火车一样 到底是树在洞呢 还是你在洞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 是你在洞 而不是什么 是车在洞 不是你在洞 是车在洞 所以你会感觉到 在窗外的这个什么 这个树在洞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 电子队在洞 电子队在洞 那得到这个之后呢 这个叫more stable 对不对 more stable 相对他 所以他more stable 所以这时候呢 BR副才进来 对不对 BR副才进来 那所以他才会得到这个答案 也就是答案是哪一个 答案就是所谓的E 那E的话呢 我顺便也把那个什么 他的命名 这个是利用chemical座所命名出来的 那的确跟他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答案就是1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那时候呢 预言说 如果他要考再往这个什么 EA反应要再继续往下考的话 基本上就只能考到重牌 那真的 我才没等多久而已 才这个差不多是我去年吧 111 也就是110到111 开始讲第一次之后 等了一年 等了第二年就被我等到了 所以呢 这个有机呢 慢慢的也会有趋向于 专业有机的倾向底下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多多少少 push你了解 而不是说完全就等到有机课的时候 再来教 我们不会是这样 我相信如果你上过我课了 你大概都知道说 我很喜欢张跟张张 张张张做什么 做这个跨越 就是说 哪一个张姐跟哪一个张姐有相关 那我就会跟你稍微提一下 不管你今天是新生就生 无所谓 反正呢 到了后面的张员 我们还是要会遇到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会怎么样会遇到 那遇到的情况又会是怎么样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所以呢 这一题的话呢 你要稍微品尝一下 如果你只是学到马可尼可夫 这个是马可尼可夫 这是马斯规则 那这个就是重牌 这个就是有一点偏专业有机了 因为只有专业有机才会用到重牌 好 OK 所以这是两个大观念的结合 那你稍微看一下 好 那如果操完的人呢 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 我继续讲下去了 我说先修八堂课跟最后正课 我们是有商道的 好 那我们今年的安排会怎样 再做一个小调整 好 像我最近在做这个第一本跟第二本 好 那我们有一些小单元 就是说张姐里面的小单元 做一下挪移 好 我们举例来讲 像这个有机啊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基础有机的部分 包含命名啦 包含这个什么 包含这个 这个分子间作用力啦 然后涉及到的融费点比较啦 我们这个就把它拿到了第四章的后半段来交 也就是说本来是第四章的分子间作用力 我们把它额外再加入有机的基本概念 包含它的结构学 包含它的什么 包含它的这个 物理性质 我们就在第四章把它一次讲完 那这样子有一个好处是 你们后中跟后西 后中的话呢 他们会在这个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十月或是九月多的时候 又重新复习变第一章 就以有机来讲叫做第一章 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基础有机的部分 我们会先帮你做复习 那等到正课呢 就不需要用到三堂课了 我们大概就要两堂课 把剩下的有机的什么东西呢 有机的反应 一次把它讲完 包含从吸类开始 或者是从碗类 自由机开始 然后一路讲到底 就是包含哪里呢 包含这个 这个什么 碗吸缺本嘛 对不对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官能机的纯迷 对不对 分 纯迷分 对不对 再来就是什么 全铜 再来酸子 再来是氨跟锡氨 再来最后就是聚合物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的上课的一个什么 这个章节的安排 是有它一套的逻辑的 有一套逻辑的 OK 好 那就足以应付今年的有机题目 我所谓的有机题目 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OK 那普化其他的单元的部分 就是中篇义的提醒 所以中篇义的提醒 就是说 包含这个原文书的提顾啦 那包含这个什么 简单的 很冷门的单元 例如背笔他都考了 定笔他也考了 所以呢 基本上它就是反映在什么 分数上面 好 那我也相信会反映在什么 分数上面 可以密室的同学 应该都会落在哪里呢 好 55 如果你觉得太高50分以上吧 但是我觉得 55分应该是算合理合情 为什么 你们总分是75分嘛 那如果是55分的话呢 我假设有一题 一分题你一定会 不是说一定 不小心错了 或者是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拿到分数的话 我们把那一题把它减掉完之后 那你两分题错到9题或者是8题 说实在话也偏多啦 也偏多 所以我认为考到55分 是一个蛮对得起 自己的努力的一个分数啦 你自己做参考看看 那如果没有达到没有关系 不要灰心啦 就是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做 怎么样 努力 其实 从107年 从106年到112年 其实你去看历界 除了一年比较特别107之外 那107为什么特别被人家拿出来讲 原因是因为那一年的物理跟化学 不是偏难 是偏计算太多 那太多的结果就会反映在分数 大家就哀鸿骗你 说老师怎么都没有教数捷啦 或者是老师怎么样 其实我们都老实说啦 数捷这种东西 除了观念解之外叫数捷 其实有关于计算的 除非你本身心算很强 或者是你概算能力很强 其实没有所谓的数捷嘛 因为数捷就是观念解 而你想到的是比较跳通的方法 才叫数捷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计算比较多 那个跟你有没有叫数捷 可能比较没有相关 可能这个表达方面 可能就有点出路啦 有点就是跟我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所以也反映在分数上面 也反映在分数上面 我相信我不会有所谓的说 这个题库班才教 政客教这个 不会 我个人以这个教学的 这个什么道德来讲 我是不会干这种事情 我认为题库班就是帮你收集一些 可能会考的题目 然后再帮你做加强 帮你做复习 这才是我的题库班的本意 而不是说我今天怎样呢 人家说怎样 看不见 留一手 等到题库班就修给你看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政客就是政客 该讲的我们留讲 那题库班它的功能就是复习 还有总复习也是复习 就是说 可能在这个茫茫大海中的题库里面 我希望老师帮我准备一套 只要读这边就够的 这个什么 一个课程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去好好的复习 就不用怎样呢 忙忙中去这样做寻找 这样子太累了 对不对 这样太累了 所以题库班的用意大概是这样 所以也认证了本人在 本人就是我 在课堂上说 当很多题目超过大家准备的范围 太广或太难 来各位 太广跟太难的定义 其实今年就刚好 两间学校 完全怎样 讲到了这两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第一个太广是谁 太广的人就是中山 中山什么样东西呢 这是91页 我们看一下90页 这个我们已经解析过 我相信你在网络上 应该也看得到我的解析 我说了 这份考卷完全不是考普化 这是一个研究所的综合考卷 各位 这根本就不是普化 它跨航了什么东西 在四大领域 尤其无基 跟这个什么 无基里面的有机金属 各位 你知道我们化学系 什么时候会修有机金属吗 是我们在修无机化学 上下的下学期的最后四章 如果我们秉除那个环境化学之外的 那就是倒数第五章 从倒数第五章开始 才会学到有机金属 而这个有机金属呢 必须要跨 跨足了上学的基础 例如说群论点群 还有MO 你才可以去学这个东西啊 这不是说你想学就有办法学的 你必须把整本无机课本看完之后 你才知道说 原来有机金属在讲这个 各位 我们补习班也有开无机化学 那我欢迎各位去试听 那试听完之后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也是四五十堂课啦 所以呢 你就自己去斟酌 说老师我为了这六七题 是不是需要去学无机 那 是不是需要去修无机 那 你说老师那修无机就够了吗 111年的中三 考了八到十几的分析化学 遍布各个单元 那你如果在家分析 大概要在三十堂 我们有张老师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 你还要再多修大概七八堂课 七八十堂课 你觉得值不值得 那因人而异 你就自己斟酌 那对于有导扣的考试呢 没看过就不要乱猜 那有机化学也将近有三到四 这也是专业有机哦 这不是普通有机哦 分析化学有两到三 今年比较少 加一加也大概十一二题 不是十一二题 是十四到十五题左右 看每个人的切法 那真正是普化的 只有占一半 只有占一半 是一个非常没有鉴别度的考试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定都偏低啦 这个不用讲 大概就知道 这个大家都一定偏低 那也反映在考试的 这个什么分数上面 我相信网路上一堆现在 这个在分享自己的分数的 你都可以去自己去看 我相信这个应该分数不会太高 那这个就是广 什么叫广 你说老师 这个考的难不难 不难 如果以专业的有机金属领域来看 这六七题 其实说实在话 它不难 但是你没有学过 就觉得它难 所以呢 难的定义有 第一种 没看过嘛 太广嘛 太深入的 好 那另外一种广 另外一种难是什么难 就是清华大学 也就是所谓的清大 清大是什么样呢 不愧是四大顶尖学校嘛 对不对 四大名校嘛 对不对 那它的难是什么难呢 它的难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嘛 它只有前二十题是基本题 然后后面十题呢 有些是当下想得出来 有些是化学近视等级的题目 那你觉得 这个叫做什么 这根本叫做 进阶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高中化学 中翻音 这还不是英翻中 这是中翻音的考卷 对不对 那三十题 我相信考到二十题 拿到二十题的 应该是重数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后面十题都不要写 或者是只写五题 我相信你应该啊 都可以去面试啊 除非你其他科 可能比较怎么样 落后其他人 不然的话 照理说二十题是基本 五题是应该是决胜负 另外五题 我相信你应该没有时间写 因为你还有物理要写 好 我讲的都很公道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难 但是清华今年已经算比较 怎么样 客气了 如果以去年的话呢 它就不是这样哦 去年是二十五题都很难 只有五题是简单 所以呢 它已经有怎么样 降低它的一些怎么样 难度 所以这张考卷 我认为啊 如果你是想要增强自己普化能力的 我建议后中后西都可以去写看看 就是说你可以去检验一下说自己在高中 我本身就是选手了 你再去写看看 看你剩下几成功力 好 我觉得这份考卷是不错 包含去年的E1的这个什么 这个清华 都是不错的考卷 都可以检验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但是不要灰心啊 因为我说了嘛 这个是清华杯或是奥林匹亚的初次的等级 甚至还有较真的等级 好 那我们本身就不是本科系 像说我自己本身是本科系 对不对 我看到这种题目我都还要再想一下 还要再什么 再练习一下 因为呢 没有那么容易啊 好 这个学问是 这个什么 跟大海一样大 对不对 题目要怎么设计 说实的话 真的看不完 但是我们只能跟你讲说 每一张考卷 有每一张考卷的特性 调性 所以呢 以两年的 这样下来 包含工费三间 跟清 跟什么高一 我大概可以在这边 可以公开的讲 中兴 基本上 你如果要准备的人 你就是要准备有机 因为两年都是考一样的 这个什么 这个题目的 这个数目 都是一半有机 一半普化 而且普化 就是蛮简单的 有机 就是专业有机 也就是大二专业有机 这个躲不掉 他 你说老师哪一个单元比较重要 没有 不好意思 你到下礼拜三 你去看我的分析就知道了 没有哪一个单元比较重要 我们只能跟他讲说 哪一个单元 就好像说普化的酸碱炎 你会多看一眼 那就好像说有机的 本环单元 你会多看一眼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不是说他不会考 或是考比较怎么样 没有 就是说 相对来讲 他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单元比较重要 就差别就这样而已 没有所谓的 哪一个单元不会考 好 那再来就是中心的部分 中心的部分 就是 把握普化 然后 能读多少 考古题 然后背的下来 或者是说 能够理解就理解 如果有考出来 就算考验不错 你说老师 我要不要再去修 无机跟分析的专业领域 个人 不建议 也不给你任何意见 你自己斟酌 因为毕竟这是你的未来 因为我觉得 你的未来由我来掌控 我觉得太恐怖了 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决定应该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凭自己的直觉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 你的 这个什么 想法 我就不左右你 那我只跟你讲 我只针对分析 分析这个题目的角度 来告诉你 客观的告诉你 就是一半的 专业化学领域 一半的普通化学 一半的普通化学 那再来呢 清华 就是 纯朴化 是 中翻音的 这个 难题 但是它不会没有 完全没有基本题 它有20来题 21 22题的 基本题 那决胜负点 就是后面的八题到九题 那你能各答对一题 就是往你的分数 往上加一级 往上加一级 就是这样子得加 所以我相信它的分数 应该会呈现常态分布 就是你有多少能力 就拿多少分数 所以它应该会是 这几间考卷里面 应该是常态分布 最明显的 那回到高一 高一呢 除了107计算复杂之外 其他每一年 我几乎写给补习班的分数 都是55 这个都有证据为证 我几乎每一年 写给补习班的分数 都是写55 我觉得55 是一个考后期的人 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尤其是普化这一科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物理这一科 物理这一科的话 我觉得 以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对于自己的要求 已经算高了 因为毕竟他分数 他的题目 跟普化不太一样 我有问过 这个金战老师 我说你们没有什么观念 你们说几乎没有 他有也是少数 我们普化不一样 你去看这个题目 有些连计算都不用 你只要看过去 有feu就写 没feu 就真的不要去碰它 因为现在有倒扣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会认为说 大概每一间的调性 你要自己去斟酌 如果你是 专门只想考高一 那我相信我的课 绝对够你考试 这个是我绝对有把握 跟我绝对有自信的 包含有机的部分 我都可以帮你做拿捏 你应该进阶到什么程度 然后就可以去考高一有机 如果超过我的拿捏了 就真的是无缘 真的是无缘 因为那个已经超过你想象了 那已经超过你想象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 好 那大概前年的部分 大概讲到这里 那我也顺便秀了一题 秀了一题 这个什么 这个高一的一个什么 这个我们上课也有讲到的一个题目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了 这个正题就是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看 然后你来了解一下说 你到底真的 是不是太难了呢 还是说不小心 没有拿到分数呢 你自己对自己说对话 我就不要说帮你加油添醋 这样子 你自己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什么分数 到底是不小心的 还是怎么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题 那 这个 第七十页 第七十页 那 我们知道嘛 普化跟物理是同一颗考卷嘛 对对 拍谁 七十页 好 七十页 好 那 我上面虽然是写第一题啦 但是如果以考卷是十六题啦 那看你怎么看待 好 无所谓 来第一题的话呢 基本上从国中应该都有听过一个东西叫核反应 对不对 那去年中心还考了一题 就是说下列核者有关于这个什么 反应的什么叙述 核者不正 或者正确嘛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任何的物理反应跟化学反应一定都是遵守 质量守恒 但是核化学是遵守质能守恒 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知道 再来就是他一定要遵守两大方程式的什么特性嘛 哪两大 质量素守恒 也就是核种 对不对 再来 遵守什么反应前后的原子序守恒 也就是所谓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核电荷素守恒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只要有这个观念 它的反应是应该就写得出来 它只是问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件事情就是 请问你挖空的这个元素是谁 记得 要看元素就是要看原子序 因为这个就好像它的编号一样 对不对 上面这个会动 但是下面这个不会动啊 编号不会动啊 对不对 但是它会有双胞胎 会有双胞胎嘛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是CF 这是某个元素 不管它问你说 它的质量数跟它的原子序是多少 那你就要遵守 我们刚才跟你讲吧 质量数守恒跟原子序守恒 基本上你应该就可以写出这两条式子 那这两条式子写出来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去算出 A就等于244 B就等于98 这算简单的 我还记得有一年高一还考过一题 就是它经过几个α 几个β的衰变嘛 那这种题目已经是算会考 这个什么 进阶体 那高一 也就是高中一年级的基本体 那所以这一题已经算是简单的 我相信这一题应该可以拿下来啦 OK 没有拿下来就可惜了 好 那接下来是第二题的部分 那第二题的部分呢 它在讲什么呢 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它算考的算没有到那么难 原文书有一题还比这个难 对不对 原文书比这个还要难 它说怎么样呢 它说啊 这个一元素是谁 就可以造就出这样的一个什么 路易事结构式 那我们就从先从题目来 然后再帮你做衍生 那如果有上过我的课的人 应该都知道我们有两个方法 哪两个方法 OK拿两个方法 第一这个 这个方法第一个呢 应该是什么 用减的嘛 但是我都是除以二的 你如果遇到除以八的老师 那没有关系 那可是每个各门各派不一样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 你只要算得出来都是好方法 我的教学理念就是这样 因为你们来自各方好手 而且你们也经过高中跟甚至大学 那你们如果本来就已经有建立好的系统 是好用的 就不要去破坏它 我的个人想法是这样 不一定说我的方法一定都最好 我没有这么独裁 OK 那我的方法我就教我的 OK 那方法一的话呢 就是来算什么 算这个 恩值 那这个恩值是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 A X 1 M 1N X M 1N 那他先去算这个恩值 等于多少 那这个1的意思是什么 大1的意思就是ROM配的数 对不对 所以N等于多少 N就会等于价电子数 那就价电子数你就带1嘛 对不对 OK 然后减掉什么 减掉他的这个配位 配位数的什么键数 对不对 那这个键数呢 如果是氧的话 应该会每一个有3 每一个有2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是不是带一个变荷 所以要加1 对不对 然后除以2 好 那你就会算出来 他说告诉你来 各位 这边有多一对电子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这一对是一对电子嘛 所以呢 你算出来应该要等于1 对不对 所以你等于1之后 你就可以算出1等于多少 1就等于7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里面呢 它本身是什么 它本身是 A X 3 E1 为什么 因为它见解了三个羊 一对Long配 对不对 所以它就要符合这个公式嘛 那算出来1 就等于7 那7的意思就是 7个架电子数 那请问你7个架电子数的话 基本上你会猜什么 7A组嘛 但是 这边 各位 选项没有陷阱 原文书那一题选项是有陷阱的哦 为什么说呢 如果今天把题目改成这样 A为F B为绿 C为秀 然后珠为点 珠为点 然后再来1以上皆非 不要说以上皆非啦 就以上皆对好了 好不好 那请问你 夏令和者哪一个最不适合 1元素 不适合的是它哦 为什么不适合的是它 这个叫不适合 那其他为什么都适合 因为它无法扩张巴语 原文书那一题就是考这个啊 原文书它就问你说啊 某一个原数啊 这个原文书的啊 所以明年如果考这一题的话呢 这个原文书 原文书 你就算你赚到 这个我相信我小考一定都有考啦 原文书就考哪一题 它就问你说 XCL5啊 代负1 对不对 那请问你 这个原数应该会是谁 那A它就问你 仰 然后B就写多少 柳 然后C我就忘记了 没关系 重点不在后面嘛 重点在这两个选一个嘛 为什么这两个选一个 因为答案就是谁 答案不能选它啦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间接五个了嘛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它的混成果育 一定有低果育嘛 那请问你 仰元素可以有低果育吗 当然是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它就从柳C开始嘛 对不对 所以只要是6A组的 第三周期的元素以上的才可以 那第二周期就不行 因为它没有扩张巴语 所以这两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个什么 一套的 同一套路啦 考这个跟考这个是一样的观念 只是它没有这么机车 拿一个斧来骗你 相信得懂吗 所以它算有良心啦 那另外一个方法 方法二是什么 我也顺便提供给你 我们上课会教两个方法嘛 第一个 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啊 M加N 就会等于多少 3加1嘛 因为它本来就会等于4 所以呢 1等于多少 1 去怎么样呢 这个养流不济嘛 然后再加1 然后除以2 然后它就要等于4嘛 所以1等于多少 1就等于7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各门各派不一样 好 OK 好 那你先抄一下 那我们上课的模式大概是这样 好 你稍微抄一下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也就是第18题 好 那这一题就是唯一我说的 一分题里面你可能会 不小心错掉的 但是我们应该有上啦 我们应该有上 那可能你没有办法 没有注意到这一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般我们都习惯讲什么 讲AQ的 所以我详解里面应该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都讲AQ 但是在你的寒氮碱要进入AQ 也就是变成水象之前 你也应该是一个气象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气态分子 对不对 所以气态分子本身呢 就没有水核反应嘛 所以呢 它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样呢 水核的这个什么 这一步骤 所以它如果要比寒氮碱的话的比较 那它就用推电子区去解释 所以呢 一般我们就会告诉你啊 如果你今天是怎么样呢 三级氨 三级氨 对不对 而且你的这个什么 R group是甲基的话 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 立体化学要绘画 这边是甲基甲基甲基 对不对 然后呢 二级 对不对 N 甲基 甲基氢 对不对 再来一级 对不对 一级 甲基氢跟氢 再来是零级 一般的零级是什么意思 一般零级就是NH3了 所以 这一体到底要把它归类在有机呢 还是普化 这个专业有机呢 还是把它归类在这个立体化学 当然是专业有机嘛 对不对 那你应该就知道嘛 以甲基来看 R基的话 R group 例如甲基 对不对 那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I effect 但是这个I是指I 正I 也就是正I的诱导效应 而且它的诱导效应又以什么 融维系为主 超供二来解释 所以呢 推电子机如果越多的 推电子机 然后自己本身的力章 没有到那么大的 那应该怎样呢 数目越多 简性就越强 对不对 简性就应该越强 你的 Basic力 对不对 就越强 这是基本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取代机是甲基的时候 力体障碍没那么大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个什么 这个Basit chain的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是怎么样呢 变成是水溶液的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 这几个化合物呢 丢到水里面去呢 那它就会产生水河 那这时候呢 除了 推电子机这样的一个什么 基本钙药之外呢 它还要涉及到水河能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时候你的什么 简性大小就有点所谓的什么 改变 因为我们要知道嘛 含氮碱的简性 基本上就是 路易斯碱的特性 所以你的路易斯碱的long pair呢 越容易什么样呢 越容易抖内出去的 抖内 在这个年代讲到抖内很奇怪 这个简性呢 要能够表现得越显著的 基本上就是表示你这对long pair越显著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什么 它的简性大小就有所改变 怎样改变呢 它就变成什么 2130 2130 所以呢 你们会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把它背到这个去了 这个是在AQ项的时候 好 那这个是在 as a face as a gas face 好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唯一认为 一分体里面你可能会不小心miss掉的 一体 而且你也不会空白 这种题目是你不会空白 但是你有可能会错的 所以这个要算倒扣 这个要算倒扣 OK 所以大概这一体讲解到这里 因为这个就要涉及到比较专业的有机的部分 比较专业的有机的部分 OK 好 那你需要抄的人就稍微抄一下 或者是需要拍的人都可以拍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题 也就是第十九题 我相信只要你有准备普化的人 不管后中后期甚至失忆连招 甚至这个转学考 我相信这种提醒你一定有准备 因为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题目 就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向平衡 记得平衡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可逆 然后因为条件下可以有达到平衡的机会 对不对 因为这个条件就是密闭系统定温 对不对 然后最终看到R正等于R逆 这个应该 这个平衡的条件应该你都有背 那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这一题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向平衡 然后叫你去预测它的这个什么 废点大小 那如果你真的要讲专业一点 它的公式是什么 它的公式就是取吞定车 那这个应该蛮老掉牙的啦 算是很传统的题目 它的原有就是从哪里 Delta G0嘛 就等于什么Delta H0 减掉TDelta S0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乐力学参数嘛 对不对 那是拿来判断什么 系统是否自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但说一听 它绝对不是第三定律 也就是说乐力学第三定律绝对不是Delta G 好 千万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我们应该讲的N次 好 讲的N次了 好 那当Delta NG Delta G 照理说这一题啊 因为它是 它有没有上标0 它是有上标0 但是我们应该都知道 Delta G等于0 才会是非 才会达平衡嘛 但是我们就将错就错啦 好不好 将错就错 照理说应该不能这样混用 OK 那Delta H0 就会等于TDelta S0 对不对 然后它一定会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Delta H啊 跟Delta S 在这个温度范围下 是不受温度影响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移向嘛 不管是要算Delta S0也可以啊 对不对 然后呢 Delta H0 对不对 然后去处理TB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遇到 哪一个问题 就是单位 热力学里面呢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只有能量 哪一个才是能量 这个是能量 能量的一种 这是函 对不对 这是函 OK 那这个单位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千交 都是千交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S是什么 S是乱度 也就是商 也就是商 火商 火商 为什么 我要特别跟你讲火商 就是把这个能量呢 均匀化 然后呢 以乱度来表现 这个就是商的定义 OK 那所以呢 基本上它就是怎样 它就是以交了盆墨 K 如果以美墨来看的话 就是这样 所以它是算小单位 这是算大单位 所以它才会取K 那取K的结果 就会发现 这两个在换出一个什么 T的时候 这边它再处理盆墨 对不对 那你就要知道 它的T的单位叫K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还要先乘以1000 然后再处理它 才会得到它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会错 这个也是后中 常出现的题目 它叫你算出TB之后 对不对 不要忘记它的单位是K 对不对 它的单位是K 但是往往答案呢 是杜西啊 所以我在写这一题的时候 我自己都战战兢兢 为什么我说战战兢兢 因为呢 我算出500 哇 好兴奋哦 该不会它问我杜西吧 所以看了一下 有没有这个答案 还好没有 但是呢 它写的不够好 你看这边写一个227K 很明显的应该就是在问你杜西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啊 这种题目能够 让你miss掉 然后让你没有拿到分数了 大概我都帮你注意了 其他的就是要靠你自己 第一个公式要背嘛 再来这个公式怎么来嘛